Hello 今天就是Power Building 第17天 已經訓練第17天 現在在吃 Pre-workout Milk 就是芝士 薯仔 一開始吃之前 應該是我吃麵這麼大 現在只有半塊麵這麼大 今天早上去了探芝麻 我放了一張照片在Facebook 我沉一聲就已經有很多人Like了 我芝麻今年已經是 身份證上的100歲 但是 當然不止100 上一輩應該要報大一點的年齡 才可以 報大一點的年齡才可以做事 或者快點做事 所以我覺得她應該不止100歲 今天我去 因為她的家 擔心她是自己一個人居住 怕她有危險 始終她也有近一年多 所以 她現在就在老人院居住 她的老人院居住 她的老人院居住 所以 比較方便一點 但是 有一件事就是 我們經常會探望她 我覺得她不太適合住老人院 老人院給我的感覺 是一種 即是 你本身可能是 走路不方便 或者是 你吃東西是有什麼特別需求 或者有什麼事 你就入住老人院 讓她有人可以照顧你 但是 我芝麻是 她可以走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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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像一個 100歲的老人家 所以 我覺得她住老人院 好像浪費了床位 Anyway 為了防止她有什麼危險 所以我們就 讓她入住老人院 差不多每天都去探望她 說回正題 就是 如果你不想 去到 長大的時候 然後才說 關節痛 或者 肌肉萎縮 其實肌肉萎縮 是最 普遍出現的情況 有時候 走路由左搖右擺 然後 可能是 例如 起床 撐起自己 的時候 做不到 走不到自己 起床 很辛苦 然後腰有痛 即是肌肉萎縮 因為人越大 過了35歲 肌肉就會慢慢收縮 所以如果你不一直 維持健康 的話 即是就算不要說 健身 或者你不維持做運動 或者你不保持日常的訓練 你都會有肌肉萎縮的跡象 尤其是香港那麼多人 坐在一個辦公室裡 每天做了六七八個小時 很大機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所以呢 我覺得我一百歲 還是這樣 真的非常厲害 每次我看到她都不禁讚嘆 我問媽媽 喂 她一百多歲 有沒有這麼厲害 厲害 那麼 吃完這個 之後呢 今天呢 今天呢 就是這個 是 POWER LIFTING的 CHEST 以及 BODY BUILDING的 CHEST TRICEP 那 今天 是 訓練的 % 我不知道多少 一會兒再告訴大家 那吃完這個 然後喝了 可樂 喝COXERO 因為我發覺我今天很睏 因為我太早起床 下去找媽媽 所以我需要多些糖分 還有這個 一會兒喝了 就下去做 一會兒見 好 我今天呢 就 Focus 在這個 推胸方面 OK 今天做這個 BENCH REST CHEST BICET 動作上面 每一次 因為 我的 推胸 都是一個 很明顯 超級弱項 相比我的 SQUAT 和DEDLIF 我的上半身 是十分之弱的 所以 每一次 我做BENCH REST 都會很留意 很細心去感覺一下 哪一個動作 哪一個握法 哪一個 擋 腰的方法 對我來說比較好 所以 每一次做BENCH REST 每一次的 我都會看回自己的 每一次的 每一次的 我都比平常的時間長 因為 由輕的重量 才可以 感受到 如何去動 那條BENCH REST 動得快 推得快 因為 當你越來越重 你的腦 就會開始覺得 這是一個很重的重量 開始覺得 會有一點 不會得心應手 所以 每次都要在這個 輕的重量 拿感覺 然後嘗試 在重量 當然 大家玩健美的時候 也是一樣的 你去推一個BAR B 或者推DUMB 或者做任何MACHINE 你都要 由輕的重量慢慢開始做 不是在你旁邊看下去 代表你弱子 你在找著感覺 尤其是 你玩BENCH REST 最重要是講感覺 如果你用不到 肌肉 去製作其他肌肉 去做你的動作 你是一個 完全失敗的 相反地 如果是因為 你的重量 而去 覺得你砸 或者你成 那條人 那條人是 沒用的 他不是真的 懂得玩BENCH REST 所以 你要懂得 如何 去感覺 自己 在做哪一塊肌肉 再慢慢慢慢加重 去重量 那當然 你說你 越舉越重的時候 WARM UP 時間就越長 沒錯 這就是陣營 除非 你做的 動作 已經是去到你 第二 或者第三 例如 你剛才做完一個FLAT的DUMBELL PRESS 你現在想做一個 Inclined的DUMBELL 你可以不需要 從0開始 即是不需要用吉巴 開始 是一個很輕的壓力 你可以去到 可能是五成至六成的 Maximum 比如說 如果你上個星期 是做50磅的DUMBELL PRESS 即是一隻手 去推50磅 那你可能已經 25磅 30磅 可以 但如果你說你第一套 就已經開始了這個 的BELL 或DUMBELL PRESS 我會建議你 從最輕的壓力 開始慢慢推上去 防止你的肌肉 你的關節受傷 讓它慢慢溫暖 然後你才可以慢慢 拿到感覺 就會比較好 當然 健身是長期要玩下去 你會想這麼快 就受傷 玩完了 OK 然後大家會看到 我剛剛做完 90公斤的BELL PRESS 我想試一下 我今天學到的東西 看看可不可以推 誰知道 推的時候 感覺是好一點 但速度沒有預期中那麼快 這件事都要慢慢去改善 時間還有很多可以去慢慢研究一下 去探討一下 身體好妙 對不對 所以慢慢探討應該 然後我現在做一個 Inclined DUMBELL PRESS 大家一開始看到 因為我第一套是做20磅 一隻手20磅 然後我才開始慢慢加上去 現在做的是 2 3 4 40磅 OK 40磅 我每次 因為BODY BUILDING來說 我不會推太大的重量 是POWER LIPS 就是健力才會 玩BODY BUILDING 剛剛說的最重要是 做這個感覺 所以每一次我感覺到 哪一塊肌肉是最重的 哪一個重量是最重的 我就會用那個重量 做多一聲 然後再慢慢加上去 否則的話 你待會做一下 你就會不知道自己做到哪一塊 有些人推胸 為什麼我推完之後 是三頭肌累 或是前駁累 當我的胸肌累 就是因為 你用錯了力 左手是這麼簡單 你用錯力 所以你要慢慢去 感覺一下 你用哪一塊肌肉 然後現在做了MACHINE PRESS 通常呢 我做完這個 因為我今天做的是 POWER LIFTING 的一個BARBELL PURSE 就是做推巴 這樣其實 不太會 集中到在胸肌肉 反而會用到 腳 會用到 腰 然後肩膀 總之我用所有肌肉 去推到最大重量 這個就是健美 但當你找到健美的時候 你就需要 集中在某一塊肌肉 所以我就會 即使我剛剛推完這個 BARBELL PURSE 我仍然會再推到 這個平胸肌肉 這個動作 因為剛剛 我不是太用到平胸肌肉 的位置 即是中胸下胸 的位置 我會想再練一些 我剛才沒有用的 所以我會做一個MACHINE PRESS 然後現在做一個 CABLE FLY CABLE FLY 每一次都會有不同的 在於哪裏 大家可以看到 連一個固定 是在最頂 有時可以放在中間 有時可以放在下面 這個分別 在於你在做上股下胸 即是夾一條事業線 大家最重要的是 你夾的時候 就要停胸 如果大家看到這條線 要夾的時候 就要停胸夾 要不停胸夾 如果不停胸夾 大家可以看到 即使手掌握 都沒有線 但如果停胸夾 你會看到這條線 會有線 所以大家要感覺到 中間夾的時候 會感覺到 那兩個空肌是夾起來的 而且你拉到最開的時候 這個空肌 就會拉到最外 會有一個拉斜的感覺 然後到最慢的時候 就會有線 兩個空肌就會夾起來 接著今天做一個 tricep giant set 這陣子很流行 因為方便快捷 將三個動作連在一起 一開始我會做一個 V bar tricep push down V bar就是一條 V bar 然後握緊 我個人來說 比較喜歡握在神之中 放在上面 因為我覺得 個人來說 我會專注在tricep上 這樣我會握得太緊 就會變成前臂 然後做一條 street bar的 這個 都是push down 不同的bar 標準 不同的肌肉 就是你生頭肌 有三個不同的頭 你都要做完 最後呢 我做了 每樣是15下 12至15下 最後一個做一個 body weight deep 通常我都會以這個body weight 做一個 最後的結尾 因為我覺得 body weight 是一個比較好 以及可以掌握得最好 最深入 以及幫助到最多血入 肌肉的動作 所以大家都可以嘗試 最後加入body weight 動作去完成你的work out 最好 最後做了腹肌的動作 大家可以看到我做 這個 是普通的 座椅子 然後就上下腳 這個叫flirter kick 上下腳踢 所以說 每次每次都會在一個work out 最後是做4 set 任何一個動作 我們現在就像這樣 看看會不會有一個明顯的效果 不會特地有一天做好 每個星期 每天就做一樣 今天就這樣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片 記得like subscribe 還有share 那明天就像show 那你做完這個 會格好 ok 那明天就這樣 大家見面 bye bye